不切实际,或者切实可行,是用哪个切呢? 没错,是这个切,不是那个 先讲讲这个切字,这个切字是从刀的 它的意思就是用刀来切,用刀来将东西分开,就是切 用刀来切东西,就要碰到切物件才行 所以这个切字也引伸,作为接触,甚至摩擦的意思 所以在数学里面有所谓切线,就是一条曲线 另外一条直线,跟它刚刚碰到的,就是切线 所谓切入点,用切也用这个字,就是切字 所谓切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切字由于这个 是碰到摩擦的意思,所以又可以解做是接触,贴住,所以贴切 所以切实跟我们所谓的贴地是同意的,切合实际 那个切就是这个切,即是跟实际是很紧密 为什么有时我们说,表示所有可以用一切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来的,就是用刀来切,比如一棵菜才行 你所谓切的,就是要切齐的,是吧? 一切就使它比较整齐,即是由不整齐变成整齐 所以引伸之为一切,即是全部一致 那么这个字呢,讲一讲演变,就读成做一切,即是一切的事物 一切的这个问题,用这个一切,即是全部的意思 其实这个意思都是这样来的 简单讲讲这个,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切就是建设的切,切立的切 切立一个新的机构,来管理国家安全 那么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是一个会议字,言字边 这边就是个鼠字,我们以前说过 是一个古代的长的一个兵器 那么为什么有兵器,有个言,就表示切立的切呢? 那么原来这个切字原先的解法,是解成陈列的意思 陈切,现在可以说的,陈切,即是排列出来的意思 那么讲法呢,就是以前那些人打仗打赢仗呢 那么将打仗用的兵器,和一些战利品,排出来 就是威水,然后呢,还要讲一些祝土的说话 那么,用来就是还神的,即是多谢这个神灵 那么为之切,那么后来就演变,就变成做排列 甚至呢,慢慢变成做一个切立,建切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就和那个切盒的切呢,表示,即是贴切的切呢,是两个字来的 谢谢大家